有一間醫事專科學校 有家長爆料 說學校的校車疑似超載 導致一早有五個學生 就沒有座位 居然要站在走道 甚至塞在行李夾層 我們從照片中可以看到 整輛校車塞得滿滿的 完全沒有座位 有好幾名學生站在走道上 要一路站到學校 更扯的是 還有學生連站的位置都沒有 只能塞到行李箱的夾層 在黑漆漆的空間坐在地上 到學校的路途有二十幾公里 讓家長控訴實在有夠離譜 校車超載居然讓學生危險上路 但是校方回應 這應該是學生搭錯車 導致位置不夠 也表示深感歉意